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這邊我要介紹如何拆解維修C127迷你偵查直升機 它的主螺旋槳跟微槳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C127迷你偵查直升機 它的迷彩包裡面有附一組新的主螺旋槳跟微槳 那我們這邊就來示範一下怎麼樣來更換主螺旋槳跟微槳 首先可以看到我們裡面有附一個L型的六角 小的六角十字旗幟 然後我們這裡先來拆我們的主槳 主槳上面這邊的話呢 它有這個螺絲,六角螺絲 那我們就拿我們這個六角螺絲旗幟呢 把它插上去 然後用逆時針的方向 就可以把它旋轉 然後呢它會 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螺絲把它拆起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直接把它這個螺絲拿起來之後呢 我們的主旋槳 主螺旋槳就已經拆掉一片了 接下來我們再拆第二片 第二片 第二片把它拆起來 然後這是螺絲齁,很小根,所以要收好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微槳 在微槳的後面這邊呢 它其實是直接把它推出來的 那推出來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使用這個 比較微型的小夾子 這種兩面這個夾子 然後呢就把它勾住 兩個這個 微槳的那個翼上面 然後慢慢的把它推出來 把它推起來 好,可以看到這樣我就把它推出來了 然後呢可以看到這一根非常的細 這是它的馬達 然後這是它的微槳的部分 所以它微槳基本上就是 用這個把它塞進去 那它有分前後邊 前後,所以這個的話是靠 這個馬達的部分 所以它這邊要看清楚 不要亂插 如果你這樣插上去 基本上你是不能動的 好,那 那這時候我們把主螺旋槳跟微槳都拆下來了 好,那我們來換上新的 它上面有附的這個 我們先來裝主螺旋槳的部分 好,這一組主螺旋槳是新的 那我們一樣 就是再把它放上去 對準 那它有分AB面 就是 基本上這一面 有字的就是朝上 所以這個的話 另外一個有字的也是朝上 那這個下面 這個本來就朝下的 所以很好分 好,那我們對準洞口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拿我們的六角 十字起字 然後去把它 用順時針的方向 把它旋進去 好,然後呢 它大概 旋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到下層了 然後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 你要保持這個 這個螺旋 這個主槳部分 必須要是這樣子 可以 輕易的就可以把它撥開 不可以把它鎖死 鎖死你會飛不起來 那另外一點就是 它可能會打到東西之後呢 這個葉片就可能會斷掉 因為它沒辦法 趙政黨它打到東西 它其實會彈 會彈開 再保護這個葉片 這葉片是有彈性的 好,那我們一樣 來鎖另外一個 我們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拿螺絲 好,那應該這個洞要對準 不然就 插不進去 好,那接下來我們一樣用這個 L型的六角十字旗幟 用順時針的方向把它鎖緊 應該說把它固定啦 應該不能鎖緊 我們先把它鎖下去 我們先把它鎖下去 好,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必須要是靈活的 可以再鎖一下 往下鎖一點 所以 所以 就是要 這樣子 隨便就是要讓它可以彈開來 不可以把它鎖緊 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這完成我們的主螺絲獎的更換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的 尾獎的部分 那尾獎的話呢 看一下 好 那這邊有一組新的 我直接拿這個新的尾獎來更換 好 那就這個尾獎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分 這是朝馬達的 這是朝外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把尾獎部分 因為它是直接對準這個洞 然後把它推進去 推的時候盡量是直直的推 不要歪掉 這樣你會把馬達給 給弄歪 那個軸 不能 讓它跑掉 那推到這個 大概可以看到一點白白的這個鐵呢 平行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這個就完成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完成我們的主獎跟尾獎的更換 那我們來讓它稍微跑一下 讓我們看一下它的 更換後它是怎麼樣 對平 好 那我先讓那個 好可以看到 它現在已經可以 順利的 你看可以看到它這個現在飛機是平衡的 好 如果你那個 螺旋 主螺旋槳是有一個 綁太緊的話呢 它會甩不開 就沒辦法平衡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現在飛機是平衡的 目前飛機不會晃 那我們現在應該就沒有 不示範起飛 就是讓大家知道 這個 它的更換的方式大概是這樣子 好所以可以看到 那這個就是它的主螺旋槳 一個更換的一個步驟 好那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C127這個相關配件的取得 那我目前找到的是京東網站上面 那這個賣家呢 它這裡可以看到它有提供很完整的C127相關的零組件 那包含主螺旋槳跟尾翼螺旋槳部分 基本上它都有提供 那甚至連裡面的馬達 主螺旋槳的馬達跟尾翼螺旋槳的馬達 還有它的一個長桿啊 相關的一個齒輪啊 這邊基本上都有在賣 那上面看到價格是人民幣的價格 那我們先往下看一下 OK可以看到它這邊有非常詳盡的 連那個尾電機組啊 然後前燈組 還有那個旋翼組等等 組軸組馬達組 連它的馬達它都這邊都有在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我們還有這個電池 我們看一下它的電池的話呢 它這邊也是放在這裡面 那它的電池可以看到它的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 進來的話它電池是 人民幣是68塊 折合台幣302元 差不多 好所以這個京東網站呢 目前我找到 是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C127相關零組件 可以取得了一個管道之一 好那這個網址的話呢 我之後也會放在我們這個說明檔裡面 讓大家可以連結去參考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就介紹 這個C127 如何去更換維修 我們的主螺旋槳跟維槳 這樣一個操作 讓大家參考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是衛斯理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這邊我們來玩一下 讓這個迷你偵查直升機 C127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遙控器 然後一次控制兩台直升機 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直升機 綠色這一台呢 我們先把它開機 我們按下面這個開關 好開機了之後呢 這時候它等待對頻狀態 接下來我們再把灰色這一台直升機 也把它打開 好現在兩台都在對頻狀態 好可以看到 好兩台現在燈都在閃 接下來我們把遙控器的電源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兩台好現在都在等待對頻中 這時候我們把遙控器 好做對頻動作 就是左邊這個搖桿 好往上推再往下推 好可以看到好兩台現在都在對頻狀態 已經對頻完成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玩一下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們兩個 假如 好那我們讓他螺旋槳 同時轉動看看 好這時候我讓他螺旋槳轉動 好可以看到好兩台都已經轉動了 好那我現在呢 好直接兩台讓他轉動 好所以兩個現在是接受這個遙控器 好來控制 好我們先把它停下來 好所以遙控器現在是可以控制的 好接下來我們把它放到地上來飛一下 好那我現在直升機 好兩個放有一個間距 好可以看一下好這一台是 灰白色的那這一台是綠色的 那我們現在兩台讓他一起起飛 好讓他飛起來 好那因為沒辦法操作齁 好一台已經先撞了 好現在只剩下一台齁可以繼續動作 好那我們這台讓他下降一下好了 好第一次飛的時候齁 不過還好兩台還沒撞在一起 好我們接下來再試一次 兩台一樣讓他一起起飛 好這次我們用一件起降 好算了別用一件起降好了 先讓他慢慢飛齁 好飛 啊啊一台撞兩台撞了 好兩台都撞了齁 那因為實在是沒有辦法齁 各飛各的 ok 好那這一台撞在這邊 好所以兩台要一起控制呢 我的場地實在太小了 好那這是另外一台齁 那他的電池都已經掉出來了 好那這就是我們齁 來玩一下齁 讓這兩台直升機同時起飛齁 這樣一個過程 ok齁 那操控實在是不是很好操作 不過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齁 一個遙控器其實可以讓兩台一起起飛的 好看 好看 谢谢观看